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下五层的大型社区 今年荣获了新北市优良公寓大厦评选 大型社区组的管理特色奖 虽然是较新的社区 却能在一众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更显实力坚强 我们会在新北市淡水区的淡海新市镇 那是属于一个新型的商业社区 商业跟住宅混合的那个混合社区 那我们得的是有关新北市政府 今年荣获社区的特色管理奖 那其实社区从成立到现在也有五年的时间 那我们算是一个很年轻的社区 大楼的外观邀请到李天夺建筑师来进行设计 黑白交错的线条以及波浪状的起伏 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而社区就会在淡海轻轨站附近 走路不到十分钟便能抵达 同时社区楼下公车环绕 交通可以说是非常便利 我们是一个是以暗色系为主的 暗色系跟白色 就是它是做一个交错的设计 那从远看的话 它的主视觉是以黑色为主 那因为它很我们社区很大 那它已经就是有二十九层楼高 所以从其实从一进到淡海新资镇 就会看到海俄社区了 周边的交通来讲的话 以社区来讲本身就是位在 淡海新资镇的轻轨站附近 那交通来讲四周都有公车也有轻轨 那到捷运的转程站都是蛮方便的 那采买的部分最近也有就是 像加热服务那也有听说有权点会 一直在持续在做一些恰伤的动作 社区提供多种不同的公社 包含健身房 泳池 图书阅览室等等 并配合新北市政府推动 银法先修班以及消防演练等等活动 致力于让住户能够住得更加安心与舒适 我们的公社非常的多 有健身房也有像游泳池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读书阅览室 包含儿童也有专属的阅览室 都是来供大家做使用的 那目前也有开始在借由公社的 使用的管理方面的管理办法 来强化让每一个住户都可以尽量的使用到 合理的使用到公社 我们最近也开始在推一个热领安局的活动 包含就是像新北市政府的 银法先修班啊 我们借由这样让所有的 家中的老人的长辈们 他们不是就单纯的在家里面 他们是可以有一个群体一直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互动的部分 那我们也从近几年开始就是一直去推动社区的包含节电 那我们有去申请所谓的那个节电易住宅的认证 那就是让社区可以在从永续发展的部分去做经营这样子 那另外我们也在今年的四月 配合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淡水分队的部分 来做大型的消防演练 那所谓的大型就是我们也请消防车云机车 实际的来演练说他如果今天他遇到火灾 他要怎么能够来第一时间进到火场 去做救人的这个动作 得奖对于社区来说无疑是一大肯定 也鼓励社区在管理上除了维持原有的品质外 还可以持续进步让社区变得越来越好 对于住户来讲社区有赢得这个荣耀 这是属于大家的 至少社区赢得这个奖项 那他房价就是新北市政府对社区的一个肯定嘛 那既然有在管理相对来讲 也会让房价有正向的加成的作用 那社区拿到了这个奖项之后 其实相对来讲对于很多的新住户 他会觉得这个社区的管理面 是比较是正常的 他不会有像我们常常在讲的淡水 有一些比较有问题的一些已购客 或者是买那个屋主 那我们会希望至少在这个社区里面 不会遇到这个状况 那目前来讲是真的都没有遇到 其实什么样的人可以住在社区 这个问题 对我来讲我们会觉得就是 住户搬进来我们都欢迎 但是我们也希望是住宅要住的安全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借由这个优良社区的这个肯定 可以让更多的住户觉得海洋都心二社区是优良的 那愿意来住来借由这样来提升住户的素质 让住户就是每个住户都住得安心也舒服 借由得奖仪式更让住户对于自己所住的地方多了一份认同感 配合优良的社区管理不禁让人期待 如此年轻的社区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亮眼表现 好防网TV黄湘仁 廖佩涵新北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